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10月27日已出审 通过替代议实施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当时我们的替代议 一般建议 类别人新增 原住民族部落议 我们说 鼓励一下这次 我们的会议会 我们的会议会 都是有意义的立委 我们的会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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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12月27日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出审通过 我们现在立委成颖 正天才 高禄佣 我们现在提案的会议会 我们现在是替代议实施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我们现在替代议类 新增原住民族部落议 的立委正天才 我们现在在那里 我说没在 我们现在不议议 原住民族的会议会 我们在那里 也感觉最后的 苗山的会议 我们现在还没有 没在那里 我说 现在原住民族部落议 那里 我们现在没有 我们现在压制风格 我们现在没有 到处处 到处处处 现在的产业经济 是什么 部落有相关的文化 或是产业的 都可以作为 原住民族部落议的 一别的一个种类 当然这个种类 未来要由 严明会跟这个 议政署 来去协调 最主要还是 严明会去了解 我们部落的需求 所以也可以透过 这样的一个 原住民族部落议 能够去让我们的 这些能够成为 替代议的年轻人 能够回乡到部落 无论是在文化方面的 或者是在产业方面的 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学习 这些能够回乡 但是我们当时鼓励 这些能够回乡的 现在的研究民 怎么说我们当时 我们的复养和 都是 因为这些 我们当时 在产业 是 我们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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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的 年轻人 在原乡地方 他流失到都市比较多 那其实 不管是 在我们的经济社会 或者是说 在照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它其实非常需要我们年轻人回来 那其实对于就是说 流失到都会地区的年轻人 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也需要很多的学习 那这三天的多吉在现在 原住民族部落一 然后这三天的奥巴地坦那是原住民族 但是我这三天的专门的现在 原住民族也多吉 因为当时就 我们三天的一米大县 修正查案的三度通过和没有 因为延民会的一米大县 在有九代县县县历的 但是对阿富汗的地 我们在学校发现的内政部的 议证署的内部 一定要在那边 我们在相关配套 和大家的希望的内衣 阿富汗的美丽